新北市瑞芳警分局今天分别举行瑞芳派出所与双溪平溪分住所新任所长布达典礼 其中晋升瑞芳第一大所所长的林昆秀是瑞芳子弟 能够返乡服务她也其免无奉接轨所悟 维护辖区良好治安并秉持警民一家亲与地方良好互动 林昆秀原认是在我们交通分队的分队长 所以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林分队长呢就任我们瑞芳派出所所长是四财四所 那么林所长对地方大小事务 尤其交通的专业非常的熟悉 那么这一次呢在派出所所长的职务呢 也是经过他多年来在本分局还有金山分局的历练 所以呢才能有此成就 所长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其实也辅佐我们分局长这边 那今天也特别恭贺我们昆秀家 其实可以大涨常才 因为这个职务力量其实在警察制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要往上爬 其实在大所里面历练 其实是相对重要 这次调动最为特殊的地方就是新任瑞芳所所长林昆秀出身于瑞芳 他原本是瑞芳分局警员 一路身上巡佐 在考进警察大学后 毕业后经过金山分局及瑞芳分局交通分队长的历练才晋升瑞芳第一大所的所长 其母亲也在分局担任警察志工一起为民服务 非常荣幸能够返乡来这边为大家服务 也期许在我们辖区之内 那个治安能够更为稳定 交通更为顺畅 我们警察机关的话更加强的为民服务 我们交通队服务相当多年 所以我想大概这一次会借重他的交通常才 对我们瑞芳市区周边的一个交通 希望能够有所改进 那尤其很难得我们很难得有一个我们瑞芳所长是我们在地的子弟 那所以他对瑞芳相当的熟 那我想未来应该也能够跟我们愉快的 我们大概我们辖区内的各位旅长 那做一个好好的做一个合作 那务必将我们地方的治安做到更好 瑞芳分局长表示 这次人事调动感谢警察局的肯定与拔拙 希望透过不达一事表达对地方的尊重 也让新任所长感受长官与地方人士的重视 期许各位所长全心投入治安维护工作 造福乡里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导